再去如果把它打爆的话 还是可以作为掩体 现在场上的这个变量呢 可能就是Suki这一侧了 因为相较于山下的三人编制来看的话 Suki是一个买点 山下的人先安纳不住了 突了上来 领域没有扛住 那这样的话 可能必要出弹幕要出问题 如果此时山上的Suki也 Suki出枪了 难道说要翻水水吗 出弹幕们 这样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被两队包夹起来 是的 出弹幕完全没想到 这脚下浪子都在一台火力圈 摇到脸上了 那要分锅的话 这一拨可能领域那边 我觉得首先是不粘锅的 因为他一个人扛两个 扛不住这是正常的 他已经尽力了 但问题就在于Suki这个变量 我们前面点出来了 Suki这个变量在于呢 上面的三兄弟 你有没有这个意识 你灭掉一队之后呢 还有人 看一下这拨一为一 三倍进 打完之后一把跳喷 直接跳到了对方的后续子弹上 现在场上的局势 对于成C阵营的出弹幕小队来讲 还是非常严峻的 因为形势是极软直下的 心态可能是瞬间崩溃的 就看他们能不能够扛住这一波了 但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P1出弹幕最起码还有一个人 你看墨竹他这个位置 他是在防区里面 他有掩体 但是你看像浪子段这边的话 他几个人就只能趴在这个方向 而且现在梅花庄已经过来了 趴着的人需要往前走 就证明他们这里离梅花庄更远 是的 我们看右上角的这个小白人啊 就能够判断对手 或者说自己的一个位置关系 三队人突然出现在脸上 莫竹不发雷了 莫竹这个雷很关键啊 其实刚才他可以捏的 因为对方三个人出现在 视野当中呢 哎呀 刚才不捏的话就没机会 因为再往前走几步路的话 就直接可以投到这个小房间里了 那这样的话 被我们寄予厚望的成C阵营呢 是没有能够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比赛很有可能是 SUK阵营 和 反兵阵营 共同去角逐最后的胜利 当然场上来看的话 也就是这两个阵营了 不过呢 从胜率上来看的话 毕竟SUK阵营这边人多一个 那我们不说默契啊 不说默契 纯论枪线的话 676其实是能够给到 散兵阵营这边一些限制的 近战金属流这里一直都派出了小文啊 做一个逛点的位置 没错 应该是在前点刚才已经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啊 还在逛 哇 感觉小文的这支队伍 他们几个人逛点的胆子都相当大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波大胆拉出去啊 让他们点出了位置 炸到的人 浪子断 还在后 先来脸上 看看公主上车下车之后呢 没办法呀 这怎么打呀 不断的闪喷 虽然喷到一人 但是没有能够继续的撕裂对手 676呢是趁乱从厕所当中出来了 但是SUK阵营来讲的话 现在没有功夫管这个独狼了啊 毕竟作为阿福来讲的话 有声力量 这个角度来讲 他也是独狼 尽可能的想要帮助队伍拿到更多的淘汰 继续的闪喷 继续的闪进喷 取消后摇 但是小文这边呢 打的也比较机敏 最终还是被放倒了 狼颖这边呢 突然间的出手呢 让整个SUK阵营呢 只剩下676一个人 但676呢 自己的位置始终是被锁定的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敌过对手啊